欢迎收看欢迎全球新闻 全球新闻带您一起掌握全球各地的重要消息 我是陈宣如 新闻一开始要带您来关心最新消息 法新社报道 科威特一间什叶派清真寺 进行星期五的朝拜仪式的时候 传出爆炸消息 当时里面有2000个人 死伤人数没有办法统计 目击者就表示 信众一起弯腰朝拜的时候 是突然传出巨响 墙壁跟天花板受损塌下 那外电最新消息指出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已经承认犯案 另外要看到巴基斯坦最近被热浪清洗 最高温度甚至飙迫45度 那已经有1000多人被热死 预计死亡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 为了要对抗酷热的天气 当地政府就宣布放假 让民众可以待在家里 避免太阳的曝晒 不过还是有不断中暑的患者 被紧急送医治疗 那不只是巴基斯坦 台湾天气也越来越热 很多民众到了中午也不敢出门 今天最高温是台东大午的38.4度 嘉义也飙出了36.9度 是破6月的历史新高 那还有基隆的36.3度 也是创战以来最高温 专家就说受到高压笼罩影响 酷热的天气会持续到月底 提醒民众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再来看到南韩最近传出一起恐怖情杀案件 有一名从小就在美国念书的韩国女生 回国之后交了一个男朋友 没有想到这一名男子却是恐怖情人 这一年开始就对他拳打脚踢 那女子受不了了就提出分手 结果却被对方杀害 更离谱的是这名男子竟然还假装成被害女子 是欺骗家属长达两个星期 还要看到中非国家普隆地 有500多名学生抗议营地被警方强制拆除 所以就冲进美国大使馆寻求庇复 而事件的起因是来自于 现任总统恩库伦齐萨涉嫌违宪 寻求三度连任 是引发了人民抗议 副总统也加入反对阵营谴责总统 却因为疑似被威胁逃亡比利时 再要看到手机APP轿车服务 Uber在各国抢客 引发了计程车司机不满 那礼拜四法国计程车工会就发起罢工 在各大城市抗争 是严重瘫痪交通 缅甸民主斗士翁山苏姬 原本今年要参与国会大选 取得议员资格 之后还计划想要参选总统 但现在却申变了 因为缅甸宪法规定 禁止有外籍配偶或子女的公民担任总统 那昨天缅甸国会就进行修宪表决 希望可以改规定 那虽然赞成票比较多 但还是没有通过 那这也意味着 拥有两个英国籍儿子的翁山苏姬将没有办法参选总统 那再来要看到希腊的债务问题 欧元区财长要在周六加开会议进行最后谈判 那包含债权人还有德国总理梅克尔也下达了最后通牒 要求一定要在下礼拜一以前 一定要有答案 带您去了解 南韩保健福祉部今天又宣布 MERS的死亡人数是增加到31个人 而且确诊病例增加到181例 那随着不断增加的病例 也重创了韩国的观光业 估计经济损失是高达20兆韩元 那今年韩国的经济成长率 也可能会下滑到3% 大陆股市25号又再度大跌 有香港分析师认为 最近外资纷纷看空A股 预计下半年可能会出现泡沫化危机 广告之后带您关心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要看到由大陆主导的亚投行 预计在6月29号在北京商讨协定内容 那这一次的协定将会针对亚投行的成员资格 管理结构还有决策机制等等进行讨论 而饱受争议的大陆否决权 能不能跟各国取得共识 并且提升美国跟日本两大国的加入意愿 也引发外界关注 财经消息要带您看到 大陆股市这几天在历经7年来最大跌幅之后 虽然一度反弹 不过昨天又再度大跌 就有香港分析师认为 近期外资是纷纷看空A股 预计下半年可能会出现泡沫化的危机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 各地都有不少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大陆也宣布要在9月3号举行大阅兵 那这也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的首次阅兵 那这也是中共第一次在11国庆以外的日子 举行阅兵操演 到时候将会展示大陆最新型的各种武器 也引发了国际关注 上海金山区的居民从6月22号开始是连续四天示威游行 是在抗疫即将兴建的化工厂 可能会排放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对二甲本 那根据了解 每天都有上万人上街游行 到了深夜还是有数千位的民众 聚集在区政府的四周表达诉求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当地时间周三在华盛顿闭幕了 虽然中美都试图强调双方关系的正面因素 但是在网络安全人权还有南海等领域还是有明显分歧 而中美对话结束之后 美国又突然在礼拜四发表了2014年各国人权报告 并针对大陆的集会信仰还有旅行自由等等做出了批评 那大陆也不甘示弱 今天就跟进发表了2014年美国人权记录报告 是痛批美国枪支泛滥 滥用酷刑还有种族歧视 是上演口水战戏吗 还有带您来看 天津地铁是突然发生供电故障 原本行驶中的列车是卡在隧道里头 那因为这个车厢密闭空气又不流通 被困在车内的民众非常的惊恐 那其中就有几名老人差一点就没办法呼吸 大陆四川盆地还有东部江淮流域附近 接连传出暴雨 四川达州地区淹水灾情最严重 总共有25个城镇被暴雨袭击 大陆政府也紧急撤离1万多人 今天的全球看板带您看到 加勒比海沿岸地区面临5年来最严重干旱 其中不多离个状况最严重 估计有超过150万人都受到影响 另外印度西部因为暴雨引发洪水 造成超过50个人丧命 还有一万多人被迫紧急疏散 再来看到英国首相卡麦隆 预计在2017年举行脱欧公投 欧盟不敢轻忽已经成立了阴影小组 最后要看到黎巴嫩国会 24号没有办法选出总统 这已经是第25次因为参加投票的议员 没有达到法定人数 导致议程失败 本号要带您关心 苹果粉丝期待好久的Apple Watch 上午在台湾开卖了 才一开店现场就聚集了大批苹果米抢着买 今天的科技新知要带您看到 苹果粉丝期待好久的Apple Watch 上午在台湾开卖了 入门款售价新台币1万1500元起跳 最贵的18K金版是34万到57万都有 是吸引不少苹果迷上门抢卖 再来看到动辄百万天价的爱马仕名牌包 很多名人都很喜欢 最近却被善待动物组织揭发 负责供应鳄鱼皮的德州工厂 还有星巴威工厂非常不忍道 不但鳄鱼养殖场环境很恶劣 有部分的鳄鱼被剥皮之前 还是清醒的非常残忍 再来看到德国一个知名的旅行箱品牌 产品强调坚固耐衰 虽然要价上万块 却一直有很多粉丝 那最近大陆就有一名知名的主持人 他在微博po文 说他的行李箱被航空公司粗暴对待 那其实过去陶哲的造型师也控诉过 带这款行李箱就被摔得稀巴烂 有人就戏称这应该是运送行李的工作人员 有仇富的心态 看到这个牌子就要摔得特别用力 遇到空难通常是凶多吉少 但哥伦比亚有一位妈妈跟他不满一岁的婴儿 却大难不死 他们上周搭小飞机 结果飞机就坠毁在一处茂密的丛林 那鸡尸当场死亡 但这对母子是流落丛林五天 最后终于被找到了 没有大碍 也让救难人员直呼真的是奇迹 再来要看到 不止台北大巨蛋到现在还有争议 日本也为了新巨蛋吵个不停 那新巨蛋原本是为了2020年的 东京奥运而诞生的 但现在有人嫌他的造型 很像乌龟壳缺乏美感 更大的问题是 原本预估390亿就可以盖好 但现在估计需要740亿 算下来是北京奥运鸟潮的6倍 而且很可能在奥运之前还盖不完 就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 下班之后就很喜欢跟35好友 到餐厅聚会喝一点小酒 看准这个商机 日本餐饮业也是逐渐转型 像原本不卖酒的连锁餐饮店 晚上就转型成另类的居酒屋 不但卖酒更提供特别的下酒小菜 也让业绩跟着成长好几倍 还有看到墨西哥一家电视台 最近是请来一名气象女主播 因为她的身材前凸后翘非常火辣 就瞬间变成网路红人 影片在短短5天之内就吸引了超过60万人点阅 暑假快到了 香港的主题乐园也陆续推出消暑活动 结合手机通讯程式增加新的元素 也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台湾游客到香港放暑假 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公园保留地 最近被发现沿地上有一个神秘的人脸 但这张脸到底是自然风化还是人为刻画 目前还是个谜团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带您看到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公园保留地 最近就被发现沿壁上有一个神秘的人脸 那其实在2008年就有人说在划船的时候看过 当地的原住民还组成了探险队 找了两年终于确定位置还拍下影片 那是让全球媒体嘖嘖称奇 但这张人脸到底是自然风化还是人为刻画 目前还是谜团 你能想象在菜市场买了一块切好的牛肉 拿回家竟然还会跳动吗 在大陆山东有一名妇女去菜市场买了一块牛肉 带回家才发现竟然还在跳动 让她下个半死 到底怎么回事一起去了解 很多妈妈会自己做甜点 但有时候成果会出乎意料 在美国有一位太太在家做奶酪放进冰箱 不但完全结冻冰箱里的汽水还爆开了 简直是厨房灾难 但没有想到奶酪就变成雪糕 而且还混入汽水的味道 结果意外的好吃 夏天到了 喝饮料喝汽水或冰咖啡没什么稀奇 但这种新喝法可就少见了 上市三种颜色的建层饮料 那一口气就可以喝到三种口味 混合在一起又是第四种味道 因为太新奇了 就吸引不少民众上门尝鲜 另外来看到这名巴西的年轻人 停车的时候占用身心障碍专用车位 引发了批评 那不止交通警察在雨刷夹了罚单 路人还用很多便条纸贴满他的车子 年轻人回来发现之后被恶搞了 是既生气又尴尬 最后只能摸摸鼻子开车离开 印度的性侵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 整个社会重男轻女 常常有来不及出身的女婴被人工流产 那为了要矫正重男轻女的问题 最近印度一个小镇就发起了跟女儿自拍的活动 只要爸妈跟女儿一起拍照上传 就有机会获得奖金 但是举办这个活动之余 更重要的恐怕是政府的制度要改一改 再来看到大陆奥运金牌名奖刘翔 昨天透过微博宣告跟明星妻子葛天 因为个性不合决定要离婚 是结束了不到一年的婚姻 那随后大陆媒体更捕捉到 葛天跟母亲现身北京首都机场 不但情绪低落更当场泪崩 转换一下心情要看到 夏天是玩水的好时机 美国德州一座水上乐园打造最新设施 号称是世界上最长的滑水道 那特殊的设计可以让游客在入水之前 就超过四公尺半飞高高的体验 真的相当刺激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全球新闻 我是陈轩如 我们再会